所以我們剛剛在做的是靜力平衡 看起來的學其實它就是 就是一個靜力平衡 那以前很多人把一些物理化學的東西整理起來的病毒給大家看 大家說好炫喔 那實際上那是一種物理跟化學的病毒 好那 其實我們要講這個 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 但是我先講一下我們正學期的物理課很簡單 你回去一定要去預習 我把課本給大家 喔 新課本 新課本可以寫啊 那記得喔 這課本建立你 你用完再換給我 還換給學校 可以寫字 你拿到之後我希望你到後面先寫名字 因為不要掉了 每個人拿到課本之後先去寫名字 對 一起一起累積啊 他以後的學弟 學弟學妹看到這本書說 哇 這是以前我的學長 哇 好感動喔 對不對 你看你好感動 你拿到課本先後面寫名字一般先 就寫名字 因為萬一 有些同學比較舒服的 不小心把書亂丟 他也知道書在哪裡啊 好不好 以後等於學期結束 學年結束 特地獲本環果的時候 或是平板環果的時候 會發現說 欸 哪一本書掉了 這個沒有生物學 喔齁 這個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來 你看喔 來 這個 欸 生物學 是 沒有 為什麼生物是彩色的嗎 物理的是黑白的 雖然物理是黑白的 但內心是彩色的 雖然生物是彩色的 但他其實還是彩色的 好 好 居然和他都酸欸 呃 這個物理課本喔 這物理課本 這物理課本還是一個參考書 主要我要的是它的架構 那因為以前跟前面的同學講說 我們要一個架構的時候 同學說 我沒有文本不能讀 好 老師上課 修學上課講完的東西 他回去又忘記了 他不知道怎麼讀 這本書寫的不是很清楚 老實說 但是我要它的架構 你可以看它的內容去思考一下 重點在思考 整個學習過程中 過程中 我覺得重量的兩個字 就是要思考 你如果只做一個事情 沒有去思考 不管怎麼做 都是白費的 物理是更是要 不認為物理是更是要思考的東西 你看那個現象 剛剛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有看到書嗎 有沒有文本 都沒有 但要操作過程當中 就是可以思考 好 那思考之後 接下來另外重點是什麼 討論 找人家討論 找專家討論 找你同學討論 那最厲害的是 跟自己內在討論 跟你以前的經驗討論 我以前有這個經驗 以前有類似的經驗 那它是什麼回事 或者是 你做不同的實驗 這個A實驗 跟B實驗的中間 它就在討論 你不要想說這兩個實驗沒有關係 實際上所有的實驗都有關係 所有的現象都有關係 你要看 這個現象跟這現象 他們在做什麼對話 想一下 你為什麼一根果材不能支撐 一根鐵棒可以支撐 來 關羽剛剛做過這個實驗 告訴我為什麼 因為鐵棒比較重 鐵棒比較重 所以重你就來了 我們就發現 比較重的東西可以支撐 那鐵甲我們要思考 為什麼比較重可以支撐 比較輕不能支撐 差啊 其實差不多了 那我可以插這邊嗎 這邊可以插 我這邊可以插 我這邊可以插一下 把這個這樣插在哪裡 把這個要插 這可以插 這可以插嗎 這可以插好 這邊發你 你的這個似的好 好簡單來說 假設一張桌子 我上面放著 會不會平衡? 很簡單,大家都稍微平衡 桌子給他一個... 桌子給他一個... 這東西有充力,平衡 對不對?好 假設 假設桌子是這樣的 我東西放在這裡 會不會平衡? 或許可以 這個圖上看起來,如果假設的 會不會平衡? 可以平衡? 可以平衡,為什麼可以平衡? 因為屁股 因為屁股 對啊,你告訴我為什麼 不要跟誰,我告訴我 桌子給那個方塊的箱上支撐體 跟他的重力平衡 就只有這樣嗎? 就只有這樣嗎? 也不一樣的 鞋骨骨比較短 但它跳到桌子就比較長 不常看起來是不想的 所以這邊 我們把它切開從這邊看 切開的話 這一塊 有個立舉 這邊有個立舉 是不是? 所以這邊的立舉 比這邊的立舉大 比較大沒有平衡 所以它會旋轉 可是它會撐住 所以撐住的地方是什麼? 也有個反向立舉 所以它有個反向立舉 這座車會給它一個反向立舉 所以這個右邊的立舉 跟左邊的立舉 跟這邊的立舉 兩個向下相等 假設這是A好了 這是B 這是C立舉 A等於B加C 這當然是平衡 立舉也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不是只有向上跟向下的平衡 還有立舉的平衡 好,在討論到 那我們做的學習過程 然後做的思考 討論之外 它一個事情很重要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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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這種事情要問 要問 不會就要問 或者你可以講一下示弱 示弱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很多人都覺得我太欺負 強到不需要問別人的問題 強到我什麼都懂 我問別人的問題多丟臉 我怎麼可以問別人的問題 我不能問別人的問題啊 因為太丟臉了 同學會笑我 老師會笑我 學弟妹會笑我 所以我不想問問題 可是事實上 沒有一個人是實力的實力 所以 適當的適落 你去問人家 你就可以學到更快 這叫做 因為 以 以我們以前 不問假的 不會問 不會去問一下 沒關係可以問一下 沒有博運 博運 虛 懷弱 所以我中文沒學好 可以講一下這什麼意思嗎 就是你要內在很 很謙虛 就像你是空的山谷一樣 你是空的山谷 你才可以沉積很多水嘛 所以下來才可以 填滿你的 清中啊 如果你自己覺得說 我就是滿滿的一杯水 請問你 我請你喝水 你有地方可以倒水嗎 如果你就是滿滿的一杯水 請問你有地方裝水嗎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那杯水是空的 只是你以為它是滿的 或者你 你自己相信它是滿的 或者是你自己騙自己它是滿的 你就再也沒辦法再裝真的東西 對不對 腦袋也是一樣 你要 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強 真的沒有那麼強 不會就混的 沒有關係 但是前提示 你要先思考過了 你跟別人討論過了 如果都沒辦法解決問題 再去問真正的專家 不要 任何一個事情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事情是 行動 好厲害喔 老師為什麼 老師講 這是為什麼 我喜歡看記得住嗎 他根本沒來聽 他直接好奇 像上次有同學去看那課 他變成不妥約起來 老師這為什麼 你想過了沒有 你觀察過了沒有 你都沒有觀察 沒有去思考 你就只要一個答案 那沒有用 那是答對的 沒有辦法 所以你要問問你之前 思考非常重要 好 我再回來這邊 那我說 我再把它趕快推一點 推到這個點上 你看看會怎麼樣 嗯 你要問說這個點是什麼點 這個點 告訴他中間點的位置 會怎麼樣 運氣好 運氣好 這是運氣很重要 運氣很重要 就像說 就像說 我如果要在 對不起 我要在這個圓球上 放一點點球 可不可能 可能 可能 絕對可能 對不對 運氣好就看得到 對不對 蛤 不是可以去學 就是說 你放在哪一個點上 會很容易就放上去 事實上這很容易你知道嗎 放在哪一個 我是放在一個大的球上面 那球叫地球 我是放在哪裏 所以你想想也沒那麼難 但是你要思考 當這個球夠小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些 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圓跟圓之間 點跟點之間 排就很困難 所以在這個題目上也是一樣 你這個點要幹嘛 對上那個點 太難了 不小心它就掉了 不小心它就停了 所以很微妙 那個點上來 那再出來一點的話 會怎麼樣 就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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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它不能平衡 因為它比它 比它 比它 比它大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後來的問題 假設 我的桌子 剛剛官員說了 我放了一個很重的棒子 而且還要前提是這樣子 它這個比較長 這個比較短 我在掛個10N字 這個掛個重度在下面 它可以平衡 解釋一下它不定 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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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從立舉開始解釋 立舉總之呢 告訴我 像這邊的立舉 誰形成的 誰跟它這邊的立舉 立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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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心底又 坐在哪裡 坐在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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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坐在這邊 我們跨這一半 這一半的重心位置 上下 這邊 這是 重力給它的立舉 那像這邊的立舉 那像這邊的立舉是誰 立心底 立心底 就在哪裡 坐在 左邊 就坐在這邊 這邊 在重力上下 所以黃色的立舉 跟藍色的立舉平衡嗎 沒有 沒有 對啊 還有黃色水平的 還有黃色水平怎麼樣 還有黃色水平怎麼樣 重力 黃色水平有重力 有沒有立舉 有 有沒有立舉 有增加鐵棒的這個 有增加鐵棒下陣的立舉對不對 對 有嗎 有 多大 黃色鐵棒那麼大 黃色鐵棒這麼大 黃色這麼長呢 這麼長的 的位置嗎 是嗎 是啊 它用拼跟點 跟 跟 跟嗎 OK 它的立舉怎麼形成 我叫你姐 它的立舉怎麼形成 這邊說的是立嘛 對啊 立舉跟誰有關 立之外還有什麼 支點 支點的立幣 立幣有關 它的立幣在哪裡 在 趨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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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告訴我 比較實際的數據 趨近領大力是多少 龍軒都沒有講話 0.1 0.1什麼 0.1公尺嗎 0.1公分 為什麼是0.1公分 因為 等一下 所有的東西 起來有致 你講0.1公分 要告訴我0.1公分怎麼來 好 0.1公分怎麼來 它的支點 是那個桌角 對 然後你的線 跟那個支點 的距離大概 就是0.1公分 大概是0.1公分 這樣不夠經驗 我覺得應該要 0.1公分怎麼來 你還說都不知道 所以告訴你 好 跟百分之一公尺 也不行 那百分之一公尺 是1公分 1公分 1公分 所以是1公分嗎 我想要1公分 所以你認為它是 它的力量 因為用公尺比較好 多分數 它的力幣是1公尺 1公分嗎 為什麼它力幣是1公分 圖上這邊哪邊都不定 它的尺度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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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告訴我是多少 給個代號 用圖上有的東西去說 說 我覺得 它這個寬度一半 沒有錯 沒有錯 線進了一半 你這線繞過去的時候 它的力量是不是線了一半 蛤 線寬度的一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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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喔 我的線 繞過去了 我這腳這是貼齊的 喔 我這是貼齊的 貼齊我的桌腳 你的力量拉住是拉住這個線 所以 你思考一下是線拉著喔 它的力幣在哪裡 是不是線的一半 什麼東西 是不是線寬度的一半 我把它畫大一點 這是我的線 一根線啊 這是我的鐵棒 繞過去了 所以這線向下有個力量對不對 對 這是我的支撐點 支撐點是切起我的桌腳 所以這是我的力矩 力矩的轉動中心對不對 對 這個力 力幣有多長 蛤 這力的力幣有多長 這力幣可以旋轉 這個點是旋轉中心啊 它可以旋轉的力幣有多長 去力矩 是多長 是限的一半對不對 是限進的一半 人的限進是低的話 這是二分之低 同不同意 不一樣喔 官員你當說法是不一樣的 GG0沒有答案 GG0不斷地說你 不可以是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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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的 沒關係 假設 假設我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我們跟它現在平衡 可是這塊東西 是不是有形成一個力矩 對啊 它的重心的位置在哪裡 左腳 重心的位置 這一塊的重心位置在哪裡 最邊邊 重心在這裡嗎 下面那個點 最邊邊 左下的 重心在這個點 對啊 對嗎 好像說側伏中心的地方 重心在中間的位置 對 藍色的叉叉還是黃色的叉叉 黃色的叉叉 黃色的叉叉對不對 重心在黃色的叉叉 好 這沒問題我通常講 假設它是均勻的 譬如說木頭 假設它是均勻的 不要管這個旁邊有差一點 你認為它重心會在哪裡 中間 在中間的位置 一半切一半 我現在只剩一半棍子了 這一半的棍子重心在哪裡 中間 就中間 所以可以思考 我這個地方的重心 已經在這一半的位置 是不是 好 請問如果它向下 這邊立舉 我們要算它立幣 是多大 一半 就是一半嘛 是不是一半 是不是 同樣這個道理到這邊來 我這邊向下的立舉 做用在這個點上 它的立幣是多少 一半 同不同意 同意 非常小 但是這樣講 就有第一了 你的線越小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們可以試一下 粗的線啊 或細的線啊 有人說 細的線比較好做 可是沒有人用細的線做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現在告訴我 細的線比較好做 因為它更小 因為它更小 對吧 說不定你用一根 火柴就可以支撐 因為它的立舉變得非常小 小很多 懂嗎 你們在做的時候 很容易火柴折斷 為什麼很容易火柴折斷 有沒有觀察到 有沒有觀察到 機車力太小了 不是機車力太小了 不是機車力太小了 有一點有觀察到 可是 不知道為什麼 大部分火柴斷 都是你沒有貼起 你直接從那邊拉 就斷掉 為什麼 因為力不平衡 呃 這樣的解釋太多 立舉兩邊長太大 立舉太大 對簡單這樣 就是立舉太大 這是足塊 這是我的位置 這是我的火柴棒 我釣在這裡 跟釣在這裡 怎麼不一樣 差 它的力矩 力矩差很多 你差這個距離 跟這個距離 我這邊的力矩很小 非常小 所以我整個支撐 是靠材質本身的強度來支撐 可是你這力矩很大 我這邊有重壓著 我折斷就直接折斷了 它的力矩太大 這大概是大它好幾倍 可能幾十倍都有 所以很多人一掛 不小心掛它出來 就斷掉 可以有觀察到這現象嗎 有 OK 我們再回來 所以一根火柴 一根鐵棒可以支撐 主要是 我們這力矩很小 力矩有兩個 一個是前面這一段的力矩 一個是 這根繩索爪爐的力矩 對不對 那接下來還有這邊很多平衡 今天你們的討論非常多 我覺得非常好 做的現象 我們拿這張土來看 我這邊畫很重的東西 我們先從這個點來看 這個點之所以能夠平衡 請問它對哪幾個力所平衡 五個 五個拿五個 我就這個點 你看這個點 兩個拿兩力 一個是向上拉的 向上支撐力有幾個 兩個 兩個 這兩個應該是一個 一個 哪一個 線拉的 有幾條線 兩條線 一條線 兩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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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兩條線 是一條線 兩條線 三條線 三條線 額頭上 他練起來不是一條 額頭上三條 額頭上三條 沒有啊 確實是一整條 但是我就這個點上 再上 我再點上 兩條線 兩條線 這個線是向左邊 還向右邊 這個線是向右邊 還有三個線 還有重的線 這三個線 三個線 這三個線平衡 請問一下 這兩個線的大小 跟這個線的大小 底下誰大 下面大 重的線 比較大 因為我們可以把線 先切開成兩個方向線 一個是這個方向線 一個是這個方向線 有沒有同意 同意 這是做分立 記不記得 有些同學 很在乎說 老師我們高通屋裡 到底要學什麼 國中在進階 國中在進階 簡單來講 你也可以想像國中的中文運用 我們會重新講一遍 但基本上在講的時候 我就講這裡 國中是學好 所以你國中的部分 如果沒有很清楚的地方 這時候還有機會 可以趕快舉手 我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也許我可以告訴你說 趕快 趕快去複習什麼 趕快去回去看誰 這樣 我也許不會在課堂上告訴你 我現在怎麼做 因為我們 可能有一些同學 如果說他已經OK 我可能去往裡面走 那接下來 我提醒你 可能也許回去看我們以前的影片 好不好 好 所以這邊有兩個例 左邊這邊分成兩個例 好了 我現在分開成兩個例 那我們就這個例图來看 這個例跟這個例會一樣大 會一樣大 會一樣大 對 這兩個例會跟誰一樣大 會跟什麼一樣大 不過這兩個例有什麼關係 兩個例一樣大 所以這兩個例相加會等什麼 小魚 小魚 小魚嗎 小魚嗎 兩個例相加 這兩個例 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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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淨力平衡的概念 就是所有東西是等於 很多時候會想說 反正相反方向可以 相反方向可以 對相反方向可以 我是書上放在這桌子上 其他支撐力跟重力是等於 還是支撐力大魚 支撐力 等於 等於 如果大魚會怎麼樣 反正就跳起來 對不對 如果大魚就動了 所以淨力平衡 基本上討論是動的 動的話就是動平衡 所以這是它的一半 所以你可以思考 這個東西有關係 所以這個力 會約越大於二分級的重力 是不是 會大於一點點 看你的角度有關係 你角度越大 這是力量越大還是越小 越 越大 因為這個角度越大 這個方向側力越大 所以剛剛有同學做個實驗很好 他把這個棍子折短 還有弄長的 折短跟弄長的改變什麼 穩定度 這樣子有點太快 什麼叫穩定度 就是 比較不容易動 應該是 比較穩 先從這邊來看 我把這個 這個 短一點更長一點 改變了什麼 知道 改變什麼 改變這個分力大表對不對 對 好你分力如果這角度越大 這分力就越大 分力越大的時候 對 它的那個向上就會越長 向上越長 就是它的 向上越長 這段會越長 會啊 為什麼 因為它越斜 越斜的時候 假設是這麼斜 然後它的分力 對 沒有越長 這個分力跟這個分力 來比的話 這個分力會變大嗎 不會 沒有道理變大 因為你是跟重力平衡 對 所以這個力一定是二分肌的重力 是吧 是 好這重力不會改變 但是這段會改變 對 所以這段改變之後 你的繩子裡面的 繩子裡面的大概就變大了 對 它不會平衡 什麼平衡 什麼平衡 還是在上面平衡 還是在旁邊看上 對 旁邊看上 所以你改變這個 改變這個火柴棒的長短 再改變什麼 再改變角度 對不對 改變角度之後 改變繩子裡面的張力 這個斜線這條力 我們實際上就是繩子裡面的張力 我們今天來看 這樣 這個繩子呢 我們只看單邊 它向上拉的時候 我們所說 向上的拉力 實際上就是繩子裡面的張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我們在討論花魯的時候 討論過嘛 好 所以繩子的張力 基本上道人都一樣 道人都一樣 所以這邊有個張力 這邊有張力 我們在討論這個點 可以嗎 好 好 所以這邊又有兩個角度 對不對 兩不同的角度 所以來看 這個點怎麼平衡 這個點 有一個像中間的 就是像 它是有哪個力 像垂直 地面的 那根火柴的一個 火柴的重量 重量重不重 然後火柴的重量 對對對 好 像左 先把分力好 像左的一個分力 像左的力量哪邊來 哪邊來 誰給他們 向左的力 那邊 保特品拉 它的重力 前任到這邊張力 來 這條繩子有四個方向力 對不對 這邊有四個方向力 就是這個分向力 一定有個分力 所以這邊有個小分力 往這邊 這個力也有個小分力 往這邊 所以這有兩個力 往這邊 對不對 那不需要我會移動嗎 這邊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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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兩個小分力推它 所以這個力上推到這個火柴棒 就是火柴棒 推到這個點 所以基本上這個點受了 四個力 如果只要這邊的力 三個力 這個繩子 在這邊的分力 這個繩子 在這邊的分力 還有這個火柴棒 往這邊推的力 哦 對吧 是平衡的 這火柴棒往這邊推的力 可以產生什麼 可以產生 可以產生 火柴力非常好 產生火柴力 對吧 所以你要想 我想喔 我這個火柴棒越大的時候 在這火柴棒越大越小 火柴棒越長的時候 越什麼 越大 越大對不對 因為這個 這個水平方向會越大 因為假裝這麼大的角度 這個水平方向會變大 這個水平方向會變大 這水平方向也變大 對 支撐力 所以裸柴力就是變大 好 在這邊火柴力要幹嘛用 火柴力要支撐中間那一根 火柴力要支撐中間那一根 對 所以你就想想是每個點這樣都有它奧妙 支撐這個點要幹嘛 其實 我們要做一個事情 你看喔 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用鐵棒可以支撐 用火柴棒不能支撐 因為是你產那個力矩對不對 可是火柴棒 你加第二根火柴棒加第三根火柴棒 為什麼就可以支撐 它就沒有力矩了嗎 有啊 力矩在哪裡 力矩 它會不會頂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 當我桌子 這是我第一根火柴棒 對不對 我現在從側邊看 這是第二根火柴棒 如果這樣畫的時候 這邊有額外的力矩讓它平衡嗎 這邊有額外的力矩讓它平衡嗎 對啊 沒有啊 為什麼它會平衡呢 因為下面這邊 這個方向 一個向上的 這個向上的力矩 這個向上的力矩 對 這個向上的力矩有沒有頂到這邊來 有啊 頂到這邊有沒有向這個力矩 可以這樣撐住嗎 有啊 對這個字典喔 它這邊有個力矩 這邊有個力矩 這邊有個力矩 這兩個力矩就相抵消了 所以到底哪個力矩來支撐 讓它可以多點力矩支撐它 說 為什麼這邊比較矩 為什麼這邊比較矩 為什麼 我另外做個小時間 沒有吧 應該是上面那個被抵消掉了吧 所以它都可以平衡 我們另外做個小時間 你看 你要讓我表演一下嗎 你放 你如果放得上它力多 它向上的力矩 因為我需要 側面的空間 所以那個 之前你可以到這邊拍一下 好 所以假設我今天拿一個 木棒 我要畫東西 是不是跟剛剛時間很像 不容易掛對不對 這很不容易掛 它就 它就 容易掉了 對不對 因為力矩的關係 好了 那我現在放個東西 看一下 秘密 秘密武器 最容易掛了 我這個秘密武器 在做什麼事情 蛤 我 在做什麼事情 我在做什麼事情 好 反正 你把它腳步歸零 腳步歸零 再想一下 這樣 我這樣放 它會很容易勾住 而且不會掉 但不會掉 因為是這邊有貼一個紙拔片 它不會滑掉 力幣變成負的 力幣變成負的嗎 沒有 就是變更小 它會向後扣 不是 因為 你應該說什麼 就是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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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equent 我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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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它 它 那 是 現在 我們在推的時候 他把這條繩子推進去 因為他的支撐力 他身上把它推進去 他推到桌子的裡面去 他推到桌子裡面去 所以他不會負的 你要講負的也可以 因為他的重力在這邊 他直接這個力量傳到這邊來 他這邊支撐他的重力 他就沒有力矩 力矩點在這裡 所以他向下他的力